大家好,我是Stan 阿栋米剧生以恰娘与Premise9 被爆出了恋爱中的消息 而因为YG娱乐的回应是 因为是艺人的私生活无法确认 所以现在韩国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认为 YG这样的回复就是间接承认了恋爱 然后在昨天10月20号 以恰娘在音乐节目首次公开了 搜罗出道具 而在舞台开始前 YG娱乐有介绍说 在舞台上可以看到以恰娘不平凡的舞台 结果真的演出了不平凡的舞台 同时也遭到了韩国记者们的 集体举击 当天主持人们问了 以恰娘有关回归的感想等问题 而戴着写着Aero口罩的以恰娘 都没有说话 也没有做出点头等的任何反应 明等主持人就自己问候 自己帮忙回答了 当然这个部分是能看出来 双方已经有事先说好 然后再接着公开的新曲Panorama舞台 以恰娘背对着观众们 从歌曲开始到结尾 都是以这个样子唱歌了 在舞台结束后 记者们都使用了非常负面的标题 来报道了这件事情 被爆于以恰人恋爱的以恰娘 用吉地病来对应 吉地病也说很酷 以恰娘没出息的对应 恋爱绯闻以恰娘 莫名其妙的沉默加背影 以恰娘恋爱绯闻沉默 炒话题战略 也要有个程度才行得通 以三种恋爱传闻 以恰娘沉默演出 怎么办 一点都不好笑 以恰娘歪及失礼的沉默演出 停止做想做的事情 当然报道的内容也是非常负面 那韩国网友们怎么看待这个舞台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是记者还是酸民 他最近在街上坐在沙发喝咖啡等 一直在推这种风格 为什么要这样报道呢 又不是引起了社会版面的正义 他只是不回答私人问题而已 这些新闻怎么都这副德性 不是不喜欢这个风格 而是没有明确的回应恋爱传闻 所以记者们生气了 这个酸民们有什么差别 不是 YouTube也好 Neighbor影片底下也好 留言都是让恰娘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有一个恶评 只有记者们生气了 QQQ 对 几乎99%的网友们都不觉得怎么样 只有记者们生气了 所以对于一叉叉的沉默演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YouTuber的IG 有一位YouTuber因为一直不更新IG 而遭到了网友们的指责后 他在Q&A影片再次承诺过 一定会常常更新IG 但是还是一两个月才更新一张照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他连续三天更新了IG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而引起了他家人们的热议 这位YouTube的有关人士表示 这次真的不开玩笑 一定会常常更新IG 所以希望大家 拿起手机 打开IG 搜寻DQDQ 正宗他 10月17号 自称是韩国外交部职员的网友 在二手周音网站上传了一个帽子后 在产品名写上 BTS穷骨亲资戴过的帽子 1000万后留言 去年9月 BTS为了办外交官护照 来到护照客的时候 在等待的地方 没有拿走就离开了 因为一事物在6个月内 没有电话或者是访问的话 就归属于捡到的人 表示穷骨的帽子 现在是自己的 这是BTS穷骨亲资戴过的帽子 使用感非常多 这是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而且是世界级的歌手 所以收藏价值应该会更上升的 不讲价 未来一定会变得更有价值 然后附上了自己的外交部职员卡 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但是在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网友们愤怒的理由是 他都知道这是穷骨的帽子了 还没有想过要还给穷骨 反而是自己保留了6个月后 现在主张帽子归属于自己 想用1000万这种荒唐的诈格来贩卖 甚至他还是外交部的职员 而因为争议变得很大 也上了热搜 这位网友突然删掉了翻卖帽子的贴文 然后在网上表示 自己已经离开外交部 不是外交部的职员了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用1000万买下自己本命的帽子衣服鞋 总之就是身上用过的东西的话 你会买吗 拿起手机打开IG搜寻DQDQ 尊重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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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